涂謹申議員 田北俊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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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什麼好地方,不用這麼周居勞頓,就搞定了,年輕人也有他上游的發展空間,就算買樓來講,現在貴很多,但是仍然都著數,我在剛剛上個星期日,我又在上面開會,這一陣子有很多工作要在那裡跟進,未來幾個星期日,我都要去珠海開會,原來開個會,這個香港要注意,因為我們真的租金很貴,在那裡開個會, 我有找個陸雨茶座來開會,可以容納有15人一起開會,喝的是靚茶,三個小時找數多少錢呢,280元人民幣,你試一下在香港租一個Vanue,一個人頭都不止,代表什麼呢,可以在那個環境裏面,我們多個選擇,你終於留在香港做你的事也可以,你可以去到珠海做你的工作,發展你的機遇也可以, 所以這個是給我們一個更加直接的好處,生活變得更加方便,我不會認為說看一些東西,有一個這樣的短線,好像毛議員的話,真是說,如果現在我們這樣扔進去的錢要花70年,就算70年又如何呢,這個是一個,不是個人的事業,一個是地區的事業,一個基建, 沒有人會說是行兩行,立即要拿回報回去,這個是政府的工作要去做,實際上是不是70年呢,我覺得不會那麼悲觀,只要陳凡局長你稍微放放, 好像跟我們的廣東省省長說,總之你香港來我們無任歡迎,同樣我們現在的五千個quota實際太少了,立即要加快那五千,你起碼給那些有需要的人來申請我就著情,放一批放一批,不用說下次等五千,我的意思就是說什麼呢, 只要我們肯去走,先讓一批放一批,先讓一批放一批,大家就會有進步,而實際上在這裡來講,我很欣賞,我們的胡應商先生,他是有一種先鋒先知的,的智慧,為什麼先鋒先知呢,他知道在中國這樣的發展路,路徒路徑下,你要發展港心公路, 是必定會賺大錢,當時他做這件事的時候,人家會笑他,傻啦,中國裏面那些政治變化,那些法律的體系這麼亂,你要收地的時候會這麼麻煩,誰不知,話口未完都不用二十年,人家賺到盤滿撥盤,當時說,他洩硬,洩硬的,但是人家現在就是賺凸,那代表什麼呢,你有那種先知,而對自己有信心, 亦都要怎樣呢,你不只是說了,你還要做,你有一種先鋒的精神,要向前走,所以我很欣賞陳辦局長,有很多批判性眼光,和說話很尖端來攻擊你,往往我在後面,我都和你發功,不用怕,不用怕,總是要定, 總之要對著良心,對著燈火這樣說,我做的事是為香港好的,在這段期間裏面有很多人會鬧,但是正正就是我們需要一些領袖,就要有一種先鋒先知的,這種銳志和勇敢來為我們開路,又說回軟一點,香港鐵路為你建造, 這個70年代,80年代,當時尼敦道要建的時候,所有全部要,那些叫做開放式的發掘,導致那些店舖全部都被圍封,於是就將那個地下鐵路為你建造改了什麼呢,地下鐵路圍住你建造, 所以呢,就是做任何一件好事的時候,總是會有人會持相反的意見,他會罵到你看無原副,他會令到你是信心,是塗地,他令到你是完全覺得,這個是不是我自己呢,但是,凡是做好的事,你不需要擔心,制約須無人知,全心自有天曉, 所以這個港珠澳大橋也十年大製作,今天有在這裏,我們這班這樣的反對黨,他夠不夠膽走呢,第一,他不夠膽承認昨天的我是錯,第二,他不肯面對現實去接受現在的那個輝煌成就,第三,他會繼續詛咒說你下一步要做的,那些只不過是大白仗,只要官員們和我們特首, 好似現在我們的那個施政報告那樣說,堅定前行,然點希望,如果我們做一個領導人,都自己對自己沒有信心,是沒有希望的,找鬼跟你嗎? 所以我很支持,很支持,要做得給他們,你的詛咒,你的批判,就是我的動力,我一定會做得更有成就,更出色。 你不要看,就我說,看來每次都要想要回家的見面。 你不要說明天很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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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麼多十萬人在等著等著, 主席 主席 原則上可以說原則上有多少傾向於支持填海 不過不是那麼大 為什麼土地來自於什麼 陸地 而在海上填海只不過有一個權宜之計 如果我和你計一條數 1700公頃土地總面積多少 是1億7千萬呎地 以今天來說計一條數 我用Class A A級的賠償額 1000元一呎 我都是1700億 更好處就是怎樣 立刻解決那1200公頃的棕地 再拿多500公頃的農地 而我整完這些地之後 是可以說叫二難部立竿見影 立刻有地用 我不用等到多少年 2032年13年後 我們才第一個家庭搬去海中央 在水中央 做這個新的 新城市人 所以兩隻之間你問我怎麼權衡? 填海要 不過我們希望可以 著量 將來香港陸地上面土地都不夠用了 繼續填海 在所難免 但是我們可以雙管齊下 移山填海就是基本道理 那我是怎樣做? 將這麼漂亮的大嶼山 北大嶼愛來去做發展 南大嶼愛來去做這個家居 將整個大嶼山 150平方公里 即等於是15000公頃的土地 依序有計劃去發展 將整個大嶼山成為 港幣寬國務卿 原來港幣寬國務卿 湛家納寬國務卿 華旺議員 川普議員 成功地區 民政院議員 大的管理 法院議員 老實家億議員 北大嶼立úp 還在深圳陳公公、黎公公滿天都是四處塵土飛揚 但今天的深圳已經超越了香港 現在真是可能陳公公了 望塵莫及了 但我們不怕 我們仍然是堅定前行 你問我要怎麼做 大嶼山應該要發展得最好 一萬五千公斤土地 而部分山填了海 然後將大嶼山如景灣化 正正當當地 給予我們年輕人有一個上游發展空間 哇 那條金龍已經入海 來到我們赤立角這邊 灌東了兩邊的地方兩岸 一小時我告訴你55分鐘我失 以身體力行我告訴你每個都是實的數據 將整個大嶼山西部發展是必然 但是你要寫近而取遠 有實不愛要愛虛 將轉實為虛掉落海 一定會有很多人秉你 我就秉少兩句 但我就贊成都是填海 不過我們雙管齊下 將大嶼山做美 如果我要發展大嶼山 我不是想申請一份工 發展局 黃偉倫局長做得非常好 將整個大嶼山條路 環島要做好它 然後貫穿兩邊 起條隧道 好像現在我們去香港 去香港仔隧道 銅鑼灣 一定要有一條隧道 貫通南通 南北 環島一條美麗路 你想想我們持有條港珠澳公路多美 真是那種心裏面 砰砰聲 是很澎湃 很開心 RTHK訪問我第一天 他就已經跟我去 我就已經做了一個大的推銷員 我說這個真是一件好事 得正 但是十年前 罵到你又怎樣 你簡直是貴宿 但是十年後今天 吐氣揚眉 但是如今要怎樣做 一半 你要拿地方出來發展它 要做什麼 優質的生活 環境 令到年輕人住下去 我又afford得起 我鬼不想去搬上山頂或者半山嗎 幾萬元一呎我怎麼賣得起 但是如果大嶼山 一萬幾千元一呎 我而有這樣的好的生活 我覺得這個是我所夢寐以求 我不需要住納米樓 收地經常都說 好慢 由生地主熟地成為十二年 為什麼 因為又和 landowner又要糾纏 其實不會的 resumption ordinance 三個月後已經是回政府 但是最擾讓就是聲音炒雜 因為你給不夠 現在今天你給一千元我 我剛才這樣說 一億七千萬呎土地 一千元你都是一千七百億而已 但是人不會滿足的 為什麼 因為你收我一千元一呎 我都覺得你找我老陳 那怎麼辦呢 給多少錢都不夠 但是竅不怕夠 最重要我們肯去用 那個叫什麼呢 試一下用一些 以前經典用得非常好的 叫做letter B entitlement 你給他一個landowner 給他 變成他可以跟你有共同 贏共贏的空間 你不會只給錢 我給錢我一會兒會貶值 但是如果你給了一個landowner 我呢 我有權 我賣這個landowner 我會跟價錢走 基本上我可以 如果自己要發展 都可以用它 exchange 將來的發展土地 所以我就希望呢 我已經在 立法會裏面 不下於四次提 我們政府一定要 想想letter B 以前用letter B的概念 因為香港政府沒有水 唯有千百條紙 我爭著你們先 給著你 日後你可以換錢 或者換地 以前我們小時候看的節目 胡章超 你要愛獎金還是獎品 獎金就是給你 cash 獎品就是給你獎品 以前我們香港九七之前 你可以收錢也可以 收letter B也可以 我覺得這個做法 應該要深入去三思 再三去考慮 我會覺得是 在目前來講 要走的發展路線 必然就是西部 無論我們西部通道行車的 港珠澳大橋 甚至乎現在最大的land reserve 的地方 那個叫lantau lantau 我們香港島的double size 你說我想開發了大嶼山之後 破壞了環境 那個郊野公園不行 誰說不行 誰人說不行 是你有權不去碰 發展了不行 你看看我們七十平方公里的香港島 不是建得很漂亮 那些博芙林那邊 那些還是陸野仙中 還有郊野公園還有水塘 最集中的中環銅鑼灣 那麼這麼大的那個是你 你香港島的雙倍 竟然你不懂去用 你是不是這些叫做什麼呢 得物無所用呢 我們是不是已經 本身已經 已經是 有這樣的條件 但是沒有這樣的 勇氣去做呢 所以主席 我今天暫且就發言到 這個階段 但是整體來說 我對我們特首的 這個2018年的施政報告 堅定前行 馬逢國議員